美团截至今年9月底指第三季营收录 488.29亿元 按年升38% 机内营转亏时99.94亿元 去年同期赚63.21亿元 尽管美团第三季度营收 集合新业务利润率教育期优 但管理层对第四季持审深态度 大行一条低美团目标价 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剂量 美团经调整Abit的亏损为40.62亿元 去年同期经调整Abit的亿力26.75亿元 经调整亏损55.27亿元 花旗发表报告指 由于网约车、美团闪购、自动驾驶及地图开发等新业务 仍需要较大投入 料第四季新业务整体亏损将增加 销目标价由364港元至342港元 汇丰最新报告一称 因因新业务投入增加 价目标价由345港元至325港元 该行并因此下调公司的收入及净利润的预测 汇丰表示 虽然今年第三季营收及核心业务利润率稍优预期 但美团业务面对日益严峻的经营环境 将今明两年的营收及净利润预测 分别下调2%至5%和6% 过去两年宏观经济放缓 新冠疫情反复 餐饮业年复合倒退1% 汇丰报告指 按细分市场 预计餐饮外卖 今年第四季及手季 亦因此面对潜在的挑战 该行小幅下调 明年实体店、酒店及旅游的营收预测 这部分业务较餐饮外卖 更具伸缩弹性 受惠于旗下产品的多样性 例如对价格敏感的用家 可以购买200多个种服务 涵盖餐饮、外卖、生鲜零售、打车、 共享单车、电影、休闲娱乐等品类 此外 音音管理层将其业务重点由量转向至 并改善美单位的经济效益 汇丰下调社区团购业务美团优选的收入预测 中金报告指出 由于创新业务规模扩张过快 导致亏损高于预期 美团今年第三季度 经条整进亏损案计扩大33亿元至55亿元 较预期多2.7亿元 但应看好外卖业务长期价值 维持对其跑银行业评级 维持目标价324港元 中金表示 美团第三季度外卖收入 按年升28%至265亿元 外卖交易规模 按年升29%至1971亿元 日均单量按年增25%至4360万宗 单价按计基本持平为49元 业务增速按计放缓 主要受去年高基数 疫情反复 极端天气和餐饮大盘增速 放缓影响 汇丰认为 美团将食品加平台向零售加技术转型 目标是加快供应链的数位化 这虽然符合公司的战略升级 但研发和自动配送涉及巨额投入 因此汇丰调高 未来三季度自动配送 研发和电动单车等 新业务领域的亏损预测 并从而下调美团目标价 花旗报告一指 管理层预料 第四季经营前景 将继续受疫情 经济疲弱及去年高基数所影响 由于专注于质量增长 公司将遵循监管指引 缩减外卖补贴 社区团购业务 美团优选将专注于发展定价合理 用户扩张速度较慢的 城市的供应链物流 预期亏损可能在第三季见顶 同样 花旗网约车 美团闪购 自动驾驶及地图开发等业务 仍需要较大投资 预计新业务第四季整体亏损将增加 将美团今年至2023年的营收预测 下调1.1% 5.2% 及5.3% 维持买入评级 认为任何短线股价波动 均是长期投资者的入市时机 美团今早一度大卸近9% 低见240.4元 半日成交额达91.52亿元 台行首位 反应孤盘涌现 但亦有不少泳自派接获 平均是长期权性能 并进入评线生活 在敌论中 正期权性能 本啊 下文字形成功 大卸 进入评线